罗摩克的植物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 好多话也都说 我买的罗摩克它开花非常的臭 我手中的这一颗 它就是一种开花比较臭的 它叫做犀牛角 它的花是一种暗黑系列的 而且它的单花花期能够持续两周的时间 它只要您趴上来的话 有一点点的腐臭的味道 因为它开花是需要通过它的气味去吸引 苍蝇之类的过来去给它受粉 不然的话它就没法结种子 没法传统接代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想要养罗摩的话 其他品种的是可以的 它没有臭味 只有这一种 这是一种臭花 但是呢 只要不爬上人 放在家里养也是可以的 它的养护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我们去给它盆走表面 半年的时间撒一次缓氏肥料 定期一个月给它浇灌一次多颜色复合肥料 就能够正常的生长 正常的开花 一年四季一直开 枝条足够多 开花足够多 绝对的壮观 就像假花一样非常的漂亮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今天刚刚到获了一款花架 就是跟上次我说的那种高的花架 白色的那种它是一样的 这个呢是矮的 二十公分高的 我把它放我的三角枚 我的三角枚是悬崖装 当时的时候是在一个很高的盆里栽培的 它垂下来的枝条不容易碰到地面 现在呢 由于它落叶了 我就给它换了一个矮盆 矮盆的话 直接放到桌面上或者是地面上 它的枝条就会直接折断 所以说呢 我就把它弄到这一个花架上面 整体的效果就比较好看了 而且不会碰断枝条 这种花架可以放盆井 也可以放普通的盆栽 把普通的盆栽放到上面 整个效果也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 冬季我们住楼房 一般的话都是选择地暖 地暖的话 花盆直接接触地面 很容易把植物的根系给烤坏 我们养的植物就养不好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款花架 去把整个花盆抬高 也可以去用这种在底轮的托盆 这种托盆也是中间有间隙了以后 反上来的热度就会四面去扩散 就不容易把花盆底下的根系给烧伤了 所以说这样我们养的植物就不会出现问题 欠记冬季养花 不要直接把花盆蹲到地暖地上 不然的话你养的花绝对养不好 这是一个小窍门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给它控住一定的间隙 把这个热气给排走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养花视频 别忘了关注一下小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